南韓團體GOT7出道剛滿一週年 2015亞洲巡迴的第一站 來到台灣與粉絲見面 GOT7是由一名台灣華僑 一名香港人 一名泰國人 以及四位韓籍成員所組成 堪稱國籍最多的韓團 是南韓三大經紀公司JYP 繼2AM和2PM後推出的野心男團 除了偶像團體必備的唱歌跳舞之外 更在群舞中加入武術動作 高難度技巧讓他們出道短短時間 卻擄破粉絲的心 跳躍的時候 就是腳踝就受傷了 那OK嗎 現在OK了 現在是完美的 GOT7的香港成員Jackson 以優越的異能感闖到南韓娛樂圈 並獲得2014綜藝男子新人獎 活動現場還不忘 Q其他成員一起搞笑 炒熱氣氛 我們通常訓練的時候 我們領導人 JB會突然之間就躲在地上做不響 突然之間 突然之間嗎 那今天會突然嗎 今天可能也會突然 可能5分鐘以後他就會下去做 5分鐘嗎 OK 突然之間是不是 OK GOT7在2014年就發行了三張專輯 行程滿檔的他們平常睡眠不足 成員瀨床的情況當然也不少見 楊傑 一般都會這樣 一直在地上 許多成員都是第一次造訪寶島 雖然是大冬天 GOT7依然很想品嘗台灣道地的芒果冰 而台灣歌手中 他們最欣賞周杰倫和王力宏的才華 周杰倫 周杰倫 喔 你知道 我聽到 我聽到 我聽到很多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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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聽到很多歌 我聽到十多歌 我聽到十多歌 GOT7結束台灣行程後 接下來將陸續前往上海 香港等地會見粉絲 我愛台灣 中央詩子的范逸佩 台北報導 我愛台灣 中央詩子的范逸佩 阿左 天 架文 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